来关注民众党则是要先替2022年地方选举铺路 发言人陈又成接下来身为黄珊珊的子弟兵 打算要争取参选台北市南港内湖区的议员 那现在的副发言人林真宇还有陈思宇 会接下议员父亲的棒子 分别在台北市的大同中山以及士林北投参选 至于学姐黄敬盈 得打算会参选士林北投这一区 到时也会上演对决 学姐黄敬盈发春联向选民拜个早年 虽然少了党主席柯文哲在身边 但副市长黄珊珊党籍立委们母鸡带着小鸡争取曝光 也要替2022的地方选举提前暖身 高人气的黄敬盈频频被点名 要代表民众党投入2022市林北投的议员选举 但这一选区还有前官船局长陈思宇 也松口要接下议员父亲的棒子 双输可能上演对决比拼民调 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自己的职务上把自己的可以做的事情发挥到最大 才会被每一个人看到 民众党的布局逐渐浮出台面 中山大同区也有努力征战 美市府副发言人林真宇有行政经验 过去也曾在父亲林国成的议员办公室帮忙 深耕基层未来可能代表柯家军参选 行政和民意代表的监督 我认为它是蛮成熟的 只要选民认为说应该让年轻人 那我也是不排斥的 无论是身为公仆 或者是未来也许有民意代表的机会 我们相信能够延续服务 然后来让广大的市民可以过得更好生活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除了林真宇参选中山大同 黄敬营 陈思宇竞选士林北投 陈优臣平内湖南港 大安文山可能是黄珊珊基要留营人 至于中正万华松山信义还在争选 柯文哲预计在台北市 每个选区都推判一名参选 备战2022民众党磨刀磨磨 记者 彦云林敏佳 台北怎么到